這邊就是台北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台灣 第一次來到台灣 這裡就是我到的地方 這裡是體育館 中山機場服務站 這裡是我到的地方 黃色的就是他們的Cat 所以你剛好喊乾 冬天要修修風啊 冬天有風啊 那麼等一下我就走這邊 這裡有個很大的公園 等一下我朋友帶我去這邊 沒有什麼來的 不要緊等一下就知道 然後其實這邊最重要 是要去圓山飯店 在這些樹的後方 那個就是Metro Station 這裡就在Metro Station啦 好啦 這裡呢就是剛才我講的 石房型的建築 這個是美術館 那麼看外面就知道這些 有美術象徵性的 這個是一個大的街道 剛才那邊就是圓山公園 呃 再去一點的跨 就是 以前是處理的茶坊 黃色的這個建築 那麼圓山就在前一點方 前一方 剛才呢我就是在那一邊 就是這邊就是圓山公園啦 OK 這裡就是圓山大飯店啦 可是這裡看得到過不到太遠了 這裡呢就是圓山大飯店 這裡呢就是圓山大飯店 它是以前日本公園台灣的時候 日本的總統住的 現在變成Hotel了 那麼這裡其實是海裡 這台要擺一個就是圓山公園啦 我擺一個就是圓山公園啦 台灣的時候呢就知道啦 所以其實圓山公園都很漂亮啦 如果我是跟圓山公園來台灣的話呢 我就是去圓山大飯店啦 但是現在不是 如果圓山公園可以展開 都可以展開 OK 這就是剛才的圓山大飯店 現在我們就要過馬路 這邊就可以走去圓山大飯店啦 應該是吧 應該是吧 哦對 台北市全部都是用圓山公園 沒有用摩托的 摩托在他們心目中是很近 是向下人用的 千辛萬苦 終於上到來圓山大飯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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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說嗎 走 走他到黑群根啦 在修華的時候還在起船著 所以這裡是大廣的餐廳 其實這裡不是餐廳 其實這裡不是餐廳 其實這裡是酒店 這裡是最初的餐廳 在日本時期間 這裡是居住的餐廳 所謂的王王 但其實這裡是王王在台灣 他們承認台灣是個國家 而且這裡是個國家 這個國家的王王 從日本 現在這裡是餐廳 但其實是酒店 現在我們可以放在那裡 好 我終於來到圓山大飯店啦 現在才發現剛才的時間是錯的 以前都是圓山大飯店 現在是圓山大飯店 現在是圓山大飯店 然後 很快的你們會看到國旗 就是台灣的國旗啦 那我就不用話語說出來啦 因為我們內地的朋友 比較敏感些 所以這裡是廚餐廳 所以這裡是廚餐廳 又是廚餐廳 我們在這裡 這裡是廚餐廳 然後這裡是廚餐廳 今天應該是最後明年啦 因為明年開始呢 他就把整個地方租給全部人 所以呢 他們就 可能沒有廚餐廳廳啦 那麼 這邊蠻冷的 你看看那個漆 飄得也蠻快的 剛才就是從那邊走上來的啦 等一下從那邊走得下去 OK啦 就是這樣啦 完美喔 好 這裡就是圓山大飯店 內面 所以這邊是他的壁畫 圓山大飯店的客戶裡面 就是公銅王 還有氣氛 還有一個鐘椅 因為聖誕節 我來個寫聖誕節 現在是聖誕節 所以你看看這個聖誕節 而這個呢 就是圓山大飯店的上面 綠龍噴珠 五龍噴珠 好不辛苦拍一下 這個就是裡面了 因為這裡有很多朋友 這個就是內堂 圓山大飯店的內堂 也想搭一下 這邊的內堂 這裡呢就是 遺山大飯店的 雞雞啊 雞粉啊 這些給大家影響 記憶 這裡是台灣最貴的 台灣的最貴的禮店 這個就是他的 台湾最貴的禮店 這個就是他的 他的 reception 這些就是他的名畫 然後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是在夏末 所以他有這些 這些 這個樣子 這就是這個 背景的 背景 這裡是一個店的餐廳